病人临终神智错乱恶境现前,应如何开导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问,病人与临终时,若神智错乱恶境现前,比如,看到什么人,胡言乱语,大喊大叫等,助念人员应如何处理此类状况,如何开导? 还是以念佛为主,依靠佛号的力量转化病人出现的各种境界呢? 大安法师达,病人与临终时,各种业力现前,他或许会看到一些恶道的鬼神或者冤亲债主,假冒他的亲人,诈亲含笑来接引他。 若出现这些情况,助念人员要给他开导,提醒他,这时候,你看到的一切都是业力所感,都是心实所现,虽然似乎很真实, 但一定要把他看空,不要理睬,唯有抓住这句佛号,才能够令你安然地度过一些业力的现象。 通过开导,让他的心宁静下来,不受那些恶境界的干扰,并让他紧紧地抓住这句佛号。 就好像落水之人紧紧地抓住一根木头一样,不要放松。 这时候,助念人员全神贯注地帮他念佛,病人也跟着念,才能有转化的力量出现。 问,我家奶奶90岁了,念佛十几年,现在身体有病,非常痛苦,生病后非常着急想往生,每天早晚发愿回想,但又怕自己不能往生。 依他目前的状况有怀疑,能往生吗? 他这么着急的心态会不会出问题? 我该如何劝导他老人家? 大安法师答,这确实是有一点问题。 说明他对阿弥陀佛的救度还是有怀疑,信心不足。 若他坚定地相信阿弥陀佛一定会在自己临命中时拿着连台来接饮,他就会非常安心,非常安静,非常欢喜地等待着临命中时那一刻的到来。 在经典中,阿弥陀佛的皆隐愿总是说在临寿中时,现在有些人总是想提前走,这都是造妄心,这种造妄心是会影响往生的。 你常常把这些道理讲给奶奶听,劝导他安心念佛,其实阿弥陀佛比他更着急,佛望眼欲穿,希望我们赶紧回归,他现在还没有到临寿中时啊,就千万不要着急。